音量用回音 我们现在要来介绍osta 螺旋编织的一条项链 这条项链我在设计上是在这个地方 有做一个类似 這是一個扣具的作用 同時有裝飾效果的一朵花 然後再把這個流梳 另外一側的流梳 穿進這個花裡面 然後這樣子的方式來做穿戴 然後利用這個螺旋邊的這個 這個極端的這個比較密集的這個地方 來卡住整個項鍊 那我們先從這個花的地方開始來做 那我們首先取珠寶編織線 350公分 依序加 依序加珍珠 12-0 加6顆珍珠 每顆珍珠中間都有一顆12-0 那記得最後還有一顆12-0 因為我們是從珍珠開始的 好 那這個比較特殊的是 在這個線尾的地方 我們留120公分 這個留120公分的地方 來做一個打結的動作 打平結 那這個尾端比較長的這些線 我們可以先用這個收線器 先把它捲起來 這邊捲起來 收起來的部分要有120公分 因為那個是等一下要來做流梳的 好 那現在我們再前進一顆12-0 不管你是先前進一顆12-0 或者是前進一顆 再前進一顆12-0 都可以 只要是從12-0的位置開始編織 好 那我們如果從前進珍珠的話 就可以把那個剛才的平結 收在珍珠裡面 因為珍珠比較大 那這個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類似花瓣的效果 像這樣子 要在這個六顆珍珠的外圍 做這個類似花瓣的效果 那因為天然的珍珠大小 不一定 那我們可以加8-10顆的日本小珠 我們先用8顆試看看 我們來這樣子稍微的測試一下 8顆前進這一顆 下一顆12-0 就差不多OK 那我們就加8顆 然後隔一顆珍珠 前進12-0 在每一個珍珠的外側 都補上類似像這樣子的 花瓣效果的12-0 都是加數顆 8-10顆 然後前進一顆12-0 隔一顆珍珠 前進一顆12-0 然後在每顆珍珠的外圍 都補上一圈 12-0 既然會不會 既然會不會 加速 既然會不會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第一颗的开始编制的那个12-0的位置上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编螺旋编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开始编制螺旋编的部分 珠脊的项链部分 那我们依序先加4颗中间珠 80的珠子 然后再加外侧珠 两颗12-0 一颗珍珠 再两颗12-0 中间珠 4颗 再外侧珠 两颗日本小珠 一颗珍珠 再两颗日本小珠 好 那我们加了中间珠跟外侧珠之后 由下往上回穿中间珠 4颗 那这里我们为了要补强这个花跟这个 螺旋边的部分 这中间只有一条线 所以它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补强的动作 那我们把外侧珠全部回穿一次 只要回穿外侧珠就好 那记得这个中间珠跟这个花的中间不要有线 要让它贴起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回穿到这个花的部分 那刚才我们是在这一颗日本小珠的左侧出现 开始出来编织 那我们现在就要用这一颗日本小珠的右侧进去 然后再回穿中间珠 这样子的话 它就有稍微一个补强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重复做两次 这已经一次了 可以再做一次 让这里更老固一点点 那记得螺旋边 每一次做完每一段的螺旋边之后 我们都要将这个外侧珠往左侧往左上翻 那接下来 我们要来开始在编制螺旋边织的部分 加一颗新的中间珠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要加两组的水滴珠 但是这个水滴珠基本上它比较小 所以我们是加两颗 12-0之后就加两颗的水滴 然后再加两颗12-0 等于是刚才的 我们是加一颗新的中间珠 然后我们刚才在珍珠的前后 都是各两颗的12-0 那珍珠的部分 我们就以两颗的水滴来取代它的长度 那中间珠记得每一次都是四颗 那这一次就会有三颗旧的 一颗新的 三颗旧的 一颗新的 那编制完之后呢 记得这个水滴的部分 我们要爬往左侧翻 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个项链看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对称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这里 在边一组的水滴珠的部分 所以也是加一颗新的中间珠 然后两颗12-0 两颗水滴再两颗12-0 跟刚才的那一组是一样的 那一样就是要做回穿的动作 我们也是回穿三颗旧的 一颗新的 那记得每一次在编制的时候 就是加了主子之后 我们只要把中间珠 放在我们的手上 然后先拉紧 外侧珠不要管它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影响 你在编制的时候 觉得比较碍手 那这样比较不会 那记得要拉紧了 再来前进 因为前面的那一组 可能前面的那一组的外侧珠 有可能在编制的时候 它会松掉 那这样子 那我们就重复一下 一株珍珠 两组水滴的方式 来继续做 好那我们就是 刚才中间珠都是以加一颗新的中间珠的方式 那一续加了一颗珍珠 两颗两组水滴 然后再一段的珍珠 再两段的水滴 然后再第三颗珍珠 再两段的水滴 好那接下来 我们的中间珠的部分 我们要加两颗新的中间珠 然后加珠子的外侧珠的方式一样 依序是一颗珍珠 然后一段珍珠 然后两段的水滴这样子 但是这里要改成中间珠 要一次加两颗 那所以这样子回穿的时候 之后就会中间珠就会有两颗旧的两颗新的 记得就是一定都是往左上角翻 好接下来一样加两颗新的中间珠 再两颗外侧珠 日本小珠 两颗水滴 再两颗12-0 好这样子 两颗新的中间珠 然后这一组是外侧珠 总共有六颗 两颗12-0 两颗水滴 两颗12-0 那一样有下往上回穿 四颗中间珠 其中有两颗是旧的 两颗是新的 穿上之后一样要拉紧 再把它往左上角翻 那记得还有一组的水滴珠 只要把中间珠推进来就好 外侧珠我们放掉不要管它 才不会影响你在穿珠子 那一次穿两颗旧的两颗新的 中间珠 好那就这样子 以照这样的方式 就是一次加两颗新的中间珠 那这个外侧珠的部分 依序就是珍珠水滴水滴 珍珠水滴水滴 用这样的方式循环的编织 好那我们已经加完了八颗的天然的珍珠 好算一下好 因为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三颗 是中间珠 只有一颗的嘛 所以这样你的手上应该已经有 十一颗的天然珍珠 这个三颗是我们刚才第一 加一颗中间珠的那个部分 那加两颗中间珠的部分 只有第四颗开始吃完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已经加完八颗的天然的珍珠 那接下来的编制的部分 我们还是一样 就是对不起 这个还要在两组那个水滴珠的部分 那我们做完了八组的天然的珍珠 以及水滴之后 最后会结束在水滴的部分 是没有计划是吗 就是我们的天然珠 天然珠 那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的码表演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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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